懷疑走私去到日本的是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型肺炎灭活疫苗 这款疫苗还未拿到日本当局授权 每日新闻报道 一个跟中共干部有交情的中国顾问 将疫苗偷运到当地 去年11月初至今 至少18个人接种了黑市疫苗 除了企业高层 据报首相奸议委的幕僚都有打 报道访问了其中一个接种者 报称是日本一间科技企业的社长 上个月中和太太去到东京一间诊所打针 诊所当日休诊 不过社长两夫妇去到的时候 见到院长和一个做中间人的中国男人在 院长募问两夫妇的病历和过敏史 只是要求两个人签署接种同意书 两个人其后接种中国男人带来的国药疫苗 不用五分钟就完成 费用每人一万日元 那个社长解释 是因为中国生意伙伴邀请才接种疫苗 做中间人的中国男人就说 一早锁定被谁打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 日本媒体未经核实 就中国疫苗对外合作网家评论 中方强烈不满 又说中方高度重视疫苗流通安全 愿意和各国合作打击 疫苗造假和非法外流 有线电视记者陆子情报道